宮殿已成斷壁殘垣 青史卻如星汗燦爛 書卷隨被烈火焚禁 教會仍然鳴刻心肩 英雄早已隨風而逝 終魂依舊抵蕩人寰 歲月逐漸磨平了記憶 過去的風雲還要聽張公笑談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 從政治上肺分風至郡縣 建立比西方早1800年的成熟的官僚制度 經濟上統一貨幣和統一度量衡 文化上統一文字 軍事上南征百岳北基匈奴 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並修築萬里長城 為後代兩千多年的帝國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在巡行天下時駕崩於沙丘 本來這是秦國開始走上儒家仁政治國 修養生息道路的機會 可惜他被秦國的郎中令趙高給中斷了 也令秦國二世而亡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